房屋了 因為來看到的是 現在房地合一稅 需要推薪制 可問題是薪制有人說 只打到蒼蠅 沒有打到老虎 為什麼這樣講呢 來看到 這救治就是說 如果你一到兩年內出售的話 是35%的課稅 重稅 那如果你ㄍㄧㄥ到兩年之後 就降下來了20% 但因為近年來 很多人覺得 預售屋炒房太嚴重了 所以新的政府推出的方案就講了 好 現在的短期持有 課35的重稅 已經要延到5年了 同時如果你一兩年間 就要出售的話 不但是要課到45% 同時預售屋 很多人在買賣紅單有沒有 說紅單賺一波 現在也不行了 因為預售屋同樣 它也要課以重稅 同時法人 怕有的人是成立一人公司 來買房子 法人跟個人的稅率 通通都一樣 所以就很多人在問 這麼一來 應該可以打房 讓房價降下來吧 但是學者告訴你 不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真正大力在買房的是什麼 是那種 比如說金融業 法人也因此了 這一些的金融法人 他們基本上口袋很深 買了房子之後 他不一定要賣 他只是多了錢拿出來投資 所以這些房子 還是被他們買走 市場上可能不會因此 有太大的波動 但是打到了誰 打到了這一些小資 你可能真的想要 再買一間房的人 也因此現在房仲業者說 消息出來 中南部已經出現了 預售屋拋貨潮了 包括了近幾年漲很兇的 台中台南 現在開始有人到貨 但你要真的等到房價降下來 建商口袋很深 可能還要再等個兩三年以上 政府的政策是打炒房 不是打房 政府的政策是要打有效 而不是打高空 政府出售打房 當初用來抑制炒房的房地合一稅 拍板再升級 將短期持有的定義 從現行兩年延長為五年 意味著出售持有兩年內的房屋 獲利將克45%的稅率 現行只要超過兩年轉手 只需克稅20% 未來將延長到五年 勢必衝擊到有財力 做中線的投資客 整個市場的短期交易 會受到影響 台中台南或是整個南部 它比較有所謂的短線 在這個投資客湧入的地方 一旦新智勝路 首當其衝的 就是短期買賣的法人投資客 房市流動交易量瞬間緊縮 導致房屋代售期拉長 衝擊建商和賺取佣金的 房仲業者 不過有專家認為 交易量雖減少 但建商口袋深 恐怕還是會撐個兩三年 才降價 衝擊上面不會這麼 像過去來的這麼大 再加上現在整體的 低利的環境 整個投資房地產的狀況 還是滿盛行 政府宣示打炒房 將短期持有期間 延長為五年 是否稍嫌過當 而房價若打不下來 需求還在 眾人搶房之下 稅金恐怕轉嫁到民眾身上 修法未來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 實行日期將由行政院公布實施 記者中間姐林佩傑台北採訪報導 好 這一集要加入我們新聞討論的 是駐商不動產企劃研究室經理 徐佳馨 佳馨早 哈囉 營營長 都是牛美 大家好 好 其實很多房子的問題 都要來問嘉欣 但是這一次的這個房稅合一 提出來之後 有各方意見都不一樣 有的學者認為說 這很好 因為像剛剛講的 預售屋 政府有注意到這一塊 近年來 很多來炒房 就是炒這一塊 他把這一塊也納入了 但也有人說 這根本就是 只打到蒼蠅 沒打到老虎 你怎麼看 我們其實可以從三個層次來看 當然這個來說的話 最直接的影響 會對於成交量的部分 他一定會有一點衝擊 因為其實如果說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的話 現階段的政策設計 他們會希望有一個 所謂的日出的一個時間 那所以說 如果說在過去的經驗來看的話 這種日出時間的一個設計 他可能會在這一個時間的前後 他們會有一波搶買搶賣潮 那當然在這個部分上面而言的話 我們會認為 如果今年實施 那可能買賣移轉的一個動數上面 來說的話 大概跟2020年相距不會太遠 那當然如果說是在 成交量的一個部分上面來說的話 我們會認為 短時間之內 因為日出的關係 所以他會有一些 所謂膨脹的一個買賣潮 那但是如果長時間來看的話 我們會認為他會影響到 整體的不動產的一個 交易的一個規模 那當然大家最關心的成交量的部分上 成交價格的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會認為在低利環境之下 你期待這個價格有很大的修正 難度有點高 那但是如果說是 在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所謂 日出時 日出條款上路的 這個前後的話 他應該會有一些些的一個 溢價的一個空間 因為我們從過去的幾次 政府包括了裝紅單 或者是說是實價登錄2.0 或者是說 選擇新信用管制的經驗上面來看的話 是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凡是只要有一些重大的一些政策 通常都會造成賣方的恐懼 那價格的部分來說的話 他就會比較有一些溢價的一個空間 但是很多人可能會期待就是 價格有一種崩盤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認為難度是很高的 那剛剛當然司聰哥有提到 就是說所謂的一個拋售潮的部分 那我們現階段來說的話 其實中南部雖然有很多的投資客 但是據我所知 他們在現階段而言 可能在拋售的一個部分上面 並沒有非常明顯的動作 是 所以在嘉欣的觀察來說 確實對於我們的成交量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對於價格的部分 你要真的想要等 然後去減那個價格 或者是等建商降價 可能要有很深很深的期待 就會有很深很深的落空了 謝謝嘉欣今天早上加入我們 跟我們一起討論房價的問題